国一新生开学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这一群学生比较特别 就是在三年过后 他们即将碰到首度上路的十二年国教 到时候可能有的考试 不再是现在的国中基策 而是叫做会考 那么这样的考试应该要如何准备呢 可能有一些学生和家长都觉得有点茫然 我们的记者就特地到这个学校附近的补习班 来观察一下国一新生现在上课的情况 发现有些老师到现在都还在教基策题型 而且耳提面命要求学生一定要好好念 这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又变成下一次的白老鼠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三 二 一 你喜欢做选修的方式吗 喜欢 因为这样可以 不会把自己的时间给浪费掉 看起来是我唯一的乐趣 小巴仁搞疯啊 天 烦死人了 有听到喔 来 也听到我举手一下 公告一大堆 然后批批我以前成绩在班上又是最差的 最差的吗 对 什么都差吗 没错了 同学 笔记要写好 有没有听到 有听到喔 来 也听到我举手一下 没问题喔 OK 这个同学太厉害了 狂操 好 赶快写 快点等你 这个题目是非常会考的喔 同学 这个题目非常会考 第二题也是非常好玩的喔 它是一个基策相关的题目 同学 来 你旁边写一下喔 基策类题 国一新生开学才一个月 老师就已经耳提面命 哪个题型很重要 今年开始启动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 分阶段逐步实施先从高职做起 预定民国一百零三年高中职学生全面免学费 大部分免试入学 尽管马英九总统在今年元旦宣布 一百零三年全面实施十二年国教 不过 新学年在这里补习的人数不降反升 以后不用考试了 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还好 为什么 因为觉得考试是我唯一的乐趣 考试是乐趣喔 对啊 可以促进我读书啊 是蛮开心的 真的喔 现在压力就已经松绑了吗 以后还要不要来补习 可能还是会 为什么 因为上大学还是 那是有差吗 对你来讲 我是觉得没有差 国一新生补习的人数比较少吗 还是比较多 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以我们的立长来讲 我们还是锁定在 比如说真的要考特色高中 没有一个家长在国一的时候就 就已经设定就说我不去念特色高中 除非他孩子的学习程度真的非常非常差 我相信前百分之五十的家长都会认为 我不可能不战而败 我还没念国一 我就说我的孩子不可能去念特色高中 所以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会投入这个战场 原来在十二年国教的规划中 将全台划分为十五个大学区 让大部分的孩子都可以免试入学 不过每个学区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况 保留百分之十五当作特色招生 让部分学校可以用考试来筛选学生 因为我们特色招生是全区百分之二十五 零到二十五全区 那各项的比例不一定 比如说我学校申请特色招生 我可能那个特色招生的比例是占七十五 那我每次数学只占二十五 那没关系你学校可以去评估自己的 学校办写的条件 还有你招生的问题 所以特色招生不是等于明星高中 也不是等于特色学校 特色招生它是一班级的单位 比如说建中他评估之后他认为说 我们建中的学生数理外面很强 我可以申请六个数理特色班 行不行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他有那个条件 问题来了 特色招生未来要怎么考 是单独招生还是联合命题 考试的题目会不会比现在的基策难 一连串的问号 让青年国医生的家长十分担忧 对啊就真的是很焦虑 而且真的很不安 因为一直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培养孩子 所以当然会希望他读的是所谓的那种 今天的教育 其实我是很深信说 我不想我的孩子如果今天有机会 能够进到所谓的一流的高中的话 我们所谓的日后的特色高中的话 我相信他这一批的 这一批我们讲现在是他的同学 以后或许就是他进入社会 之后他的所谓他的人脉 那我想这个对他日后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像以前我们每次经过北域女 都跟我们家小朋友讲说 啊 有没有信心 将来要穿地制服 要怎么做加减 你的意思是说是十的负七跟十的负六吗 有考试那一定还是会有压力的 可是没有考试又分不出自己的能力 然后学习有没有成果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有考试 这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 最烦恼的是特色招生要考什么 才能筛选出不同特色的学生呢 那这个题目太难 基础不会考 上课我们就不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国一学生即将面对 就说我未来到底要面对 什么样的考试方向是完全 目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所以现在的老师就变成 必须都教 独立特派员采访精英高中的校长 试图找答案 以政大附中为例 他们打算朝国际化的特色课程发展 学生的外语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像我们日本早稻田 副中就是我们的姐妹校 那是有签约的 德国有一个科普特高中 我们没有签约 但是每两年 我们去一次他来一次 所以像前年我带了22位同学 去home stay 九天 他们今年校长就带了13位同学 来我们学校 你譬如说像我 将来我们的第二外语就是必修 会加重课程 我可能英文我就乘以二嘛 因为你学外语 你英文先好一点 基本面要强嘛 那你在 我觉得这个我筛选到的孩子的特质 就比较适合我们的啊 不只是采取家权积分 教育部说 未来的选材方式可以更多元 政大附中他说要设一个 两个英语班 他要国际化 那个英语他可能就是要 分数很高他才能进来 或者说他说 因为报考人还不知道多少人啊 那可以来考一下 看没谁行啊 这个都是很多元的 既然叫特色招生 就要让他多元嘛 你适而读特色招生 你就去参加这种 比较高竞争性的考试嘛 可是国一新生已经入学了 这种高竞争性的考试 到现在却还不知道要怎么考 那这些学生如果没有做好 这样的准备 我们等到101年或102年 才告诉这些学生说 你们将来要用什么方式入学的时候 他会不会说 那我过去几年都不是这样子 或者再学习怎么办 我真的要提一件事情是说 103年的12年国教 这件事情的这个推动点 他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并没有被 确定他是准备好的 那我自己觉得说 如果以教育部的这个政策来讲 他是29个方案 作为他的配套的时候 那应该先提出来说 这29个方案 我的达成度是多少 达成度已经到某一个程度了 所以我敢退出12年国教 那这个叫水到渠成 陈伟红真正担心的是 12年国教还没准备好 就贸然实施 在国中教学现场 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 因为有些学生 他就是希望用免试的方式 那他是职业倾向 那有些学生呢 他希望能够有机会 再往学术的这个倾向上面 去做发展 那这两种不同的学生 我们是把他摆在同一个班级 还是让他分班 那如果让他分班 会造成所谓已经的 我们所不期待看到的 能力分班这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 高中职的特色招生 是否真的有特色 为了争取学生抢资源 在师资还不完备的状况下 会不会变成为了特色而特色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大学的入学 他仍然是用这种 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 考试方式的时候 那是不是真的能够发展出 真正特色课程 是存疑的 而且会不会反而是一种 另类的升学课程出来的 十二年活教被称为二次教改 最重要的就是要减轻孩子的升学压力 家长压力大 相对的小朋友 他所要付出的学习的压力 也会比较大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 十二年国教会减轻小朋友的压力 他们好像要学的 好像又会更多的感觉 因为多元化的教育之下 你好像德式体群也通通都要兼顾到 因为十二年国教反而平常更认真 因为要看的本来是考证量的态度 不然上高中要考大学一样 没办法有好学力 你要考什么大学 可能出国念书 不会有在考大学 那你咧 你想要考什么大学 就好一点大学 比如说呢 台大 台大 以后想要念台大的举手 以后想要念好的大学的举手 好的大学 好的大学是哪几所 台青交 十二年国教强调多元事性 具有崇高的理想 可是当学校的课程设计还没有出来 入学的方式也不确定 教学现场没改变 家长要如何认同并了解 什么是多元事性 当家长对十二年国教的认知 只有考试与不考试的选择下 为了上大学 孩子们的压力反而会更大 谢谢大家 我这次见을 你们 没想到 我跟飞 你 好 中文字幕——YK